假不假事 咱们说话呢 咱不能这样说人家啊 你这样说有点 拿你什么之心 度你什么之腹的 你知道人家是什么心呀 我就知道人心隔肚皮 人家心里都把你笑话死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哎哎哎 越扯越远了啊 亲亲是我妹妹 打小我看着她长大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最清楚 人孩子大老爷 人家买这些东西 能看咱们的实属不已 人有这份心就不错了 来 在这边待了一天你也累了吧 咱看了轻易给咱买了什么好吃的啊 你看 这西亚头的良心 知道我爱吃全麦面刀给买来了 这巧克力估计你爱吃 买得多好多 这点不错 不错啊 我最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 特别看 说今天看的有点特别呢 今天这身衣服没见你穿过 我觉得特别漂亮 以后就这么穿的啊 我喜欢 新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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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这只衣服的造型和这面料 应该是大牌啊 看来咱家都还是有点私房钱的 要不贡献出来 咱俩要当公共基金 我把那个戒指给卖了 你别找了 就是黄毅玲那个戒指 我给卖了 你这个衣服是用那戒指的钱来买的 嗯 对啊 你不是都离婚了吗 要那戒指干嘛呀 我就拿来变费为保了 谁让你买的呢 我呀 怎么着 离婚了还要那戒指干嘛呀 难不成你还想 你重温救梦啊 你这又是我的东西啊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用来回忆的东西啊 大哥 你那回忆值多少钱一斤啊 我也想回忆 回忆咱们的工作室 回忆在剧组 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光 可是我都不敢回忆 我现在跟着你住在这个贫民窟里 出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我现在连贱人的脸都不要了 你还要回忆啊 来 这是剩下的钱都给你 行吧 您的画册何时能与广大的读者见面呢 现在已经订稿了 正在做最后的整理一段工作 您的东运遗人系列画作 每张都拍出四五十万的高价 您接下来还会将这个系列延续下去吗 师哥 喝点水吧 谢谢 首先要看我的创作灵感 再有就是我相信我别的系列 一定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遥远这些画以后都能卖得出去吗 不出意外 这次画展办完之后 他所有的花都会卖出去 真的呀 不好意思啊 我来了个朋友去召唤一下 妮娜 带王总他们去休息一下 快点回来 你怎么来了 你又不是我的助理 又不是我的责编 什么意思啊 不欢迎啊 那我走了 别别别 逗你的 你是我请来的贵宾 贵宾 我得亲自带你参观 对吧 对了 我有一幅画你必须要看 这个 许愿的天使 还是你给我的灵感 是吗 嗯 没想到啊 我还当过模特呢 不是模特 是灵感 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有区别了 一个是进画家的眼 一个是进画家的心 那等你这个吹灯拔剌卖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有分成啊 吹灯拔剌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那么难听呢 再说了 这话我可不舍得卖 我要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好啊 师哥 师哥 你怎么还在这儿聊天啊 那边等你等得可着急了 你赶紧过去吧 那我去一下啊 赶紧 你你你你 你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现在我是他的责鞭 我是不是你 你知不知道 赶紧你你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你就赶紧走吧 我还没看到我刚来 你随便看看赶紧走啊 一会儿别让我看到 喂 喂 希望我终于成的画展 不会太久 别推 这还站了一天 穿着高纹鞋累了 又不是大画家 又不是大老板的 哪有咱们的位置 哦对了 就是清清怎么去的呀 看他那样子 好像跟那个姚大画家挺熟的呀 不是一般的事 打金清来北京啊 就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撞着 遥远那个时候就认识看看 这一认识的 就有故事了 什么意思啊 用一般的智商都能想得到啊 当然是遥远的 对我们家轻轻动心的 而且相当多心 以至于不名字化 那 那迟翔呢 你吵什么急 谁知道迟翔那小子 在哪该他转进来 不知道从哪块蹦起来 杀了遥远一个错事不及 老远可惨了我 还没来得及表白 就被人横刀度碍 不要伤心啊 那他一直都没有找你朋友 不会是因为轻轻吧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啊 那就这么定了吧 等你做出小样来 我再看一眼啊 然后咱们确定没有问题 就这么应了 好吗 行啊 好的 行啊 就这样再见 不好意思啊 最近要出画册 还得联系这个发布会 忙着人要麻烦的 我们都特别期待你的画册 你的小样这两天我都看过了 真是喜欢的不得了 是吗 你最喜欢哪一幅画 哎呀我不懂艺术说不好 没关系 不懂艺术的人的意见反而最重要 如果只有画画的人才喜欢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都该喝戏给工去了 嗯 那我就试试说说 嗯说 你的东方系列人物画我特别喜欢 都是中国的古典女人像 我觉得你是用西方的绘画技巧 展现了中国的独特审美 我说的不好你别尖笑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的好 嗯 如果每一个看画的人 都有你这种欣赏水平的话 那我和艺诚这样的人 就该有出头之日了 艺诚的出头之日 还不知道到哪辈子呢 你看你这多好啊 多红黄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艺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而且他的水平绝不在我之下 只不过目前他还没有找到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方式 早晚有一天他会出来的 所以我这次来是想看看 有没有机会能够跟你合作 合作 是艺诚想合作吧 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呀 我这里的大傻看 不是他 是我 你跟我合作 你也知道 艺诚的话一直都迈不出去 几乎不能给家里任何收入 我呢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了 所以我就到你这儿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呢 你和艺诚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 说吧 你能做什么 那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 在我的画廊 做蒋姐的工作的原因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 那就在我的工作室做一些日常的事物性工作 可以吗 我觉得你这儿好像也不缺这样的人才吧 可以做什么呢 对 我倒是需要一个助理 一个私人助理 这个适合我 你看看你的领子呀 我觉得 你现在就是缺少一个 能够帮你料理生活的人才 对 如果有需要 我还可以做你的私人模特 对不起 我想我们没有合作的原因 我这里也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适配了 是 好 好了 吃饭了吗 热壶的炸点面等着您的 尝尝吧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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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跟外边说的别大 说说 谁欺负你了 我替你拔会儿 给画回报 是 这边的 著名画家姚远 近日在市美术馆 举办了个人作品展 多年来 他的作品广受大家喜爱 其中刻的画风 及全新的理念 看个 我那兄弟姚远 上朝廷台了 不错 怎么了 看得好好的干吗关了 这屋里本来就热 加上个电视机 跟生了个火炉似的 我看 是你火气比较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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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不错 大热天都说了 我不想吃 是 可是面不热呀 等你好半天都变凉了 变成凉拌炸凉了 吃了正合适 要不我陪你了 整一口味 再来 哎呀 我说了我 你放了 你放了你别弄了 你放了你别弄了 我怎么搬进来的一天 你别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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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时住得真的不开心啊 我开心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就剩下开心了 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了 你灵俏显得和我终于成在一起也不容易了 但是我不止一遍地跟你说过 现在咱们的困难是暂时的 我终于成一定有画出来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 就是你灵俏真正幸福的时刻 明白吗 让你们走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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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